当怀孕的时候,总是有亲朋好友或者老一辈的长者看着你说,从你的身子变化还有韵度大小来看,你怀上了,你也经常会好奇的摸摸肚子,幻想自己的胎宝宝,到底是小妹妹还是小弟弟,好奇心如随形,直到生产那一刻,才有了谜底揭晓的恍然大悟感,那究竟生男宝有哪些特征呢? 一,准妈妈们容貌和皮肤有变化,如果怀上男宝宝了,则准妈妈们的皮肤可能有些粗糙,甚至还长满了青唇洞,光泽度下降 相反的,如果怀的是女宝宝可能皮肤就会变得细腻水润,容貌也会变得漂亮,这是比较常见的看怀男宝,还是女宝的方法,可作为参考 二,运住形状,大小变性别,准妈妈们的肚子形状,如果是尖秃的,则怀的男宝宝,如果形状是婚圆的,则是女宝宝,肚子小的是男宝,反之则是女宝 从后面不能看出怀孕的是男宝,反之是女宝,另外,除了肚子,其他地方都没发胖的是男宝,反之是女宝 三,胎动情况,男宝天性活活好动,如果喜欢在女妈肚子里拳打脚踢的,胎动感怀的就是男宝宝,而女宝天性比较柔和安静 胎动感可能像一条鱿鱼般,去用整个身体去翻身,能让准妈妈们感觉到苦包 四,胃口好,身体背包,如果准妈妈们怀的是男宝,那么会开始爱猛吃自己平时喜欢的食物 据统计,怀了男宝的准妈妈们在孕期之下的食物,量比不怀孕的时候大得多 不过请放心,并不会是一些古怪,或者和平时不一样的食物 还有一种说法是酸儿腊女,怀了男宝的准妈妈们,会热衷鱼酸的或者咸食 如果是女宝,则会偏爱果汁和甜食 萌宝有话说,其实,无论是生男还是生女都是幸福快乐的事情 男宝活泼聪明,女宝官小董事,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 准妈妈和胎儿的健康,才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标志 家人平时要多关注胎儿和宝妈的身体和情绪 记得妈妈舒适安心的养胎氛围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